给大家扁一个摸索 关门 哈喽你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二妹探店 那像很多车型呢 它现在都会将和动物进行相关联 比如说像哈佛大狗酷狗 以及欧拉好猫等等 那这些车型的热度呢 也是非常高 受到很多人们的关注 毕竟它这个名字 以下就拉近了我们的一个距离感嘛 但是呢 现在很少有车型将这个logo也是作为动物 而今天我们要看这款车型呢 它不仅将名字叫做吉胡 连车标logo也是采用了小狐狸的形象 这款车呢 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嘛 那作为一款中大型的纯电动车 整个外观来看 还是非常具有新能源泛的 首先悬封闭式的一个前脸造型 以及隐藏式的门把手 都非常具有这种新能源的科技风 而且呢 整个外观 它看起来就是像一只小白狐一样 非常的灵动 并且呢还采用了一个双拼色车身 也增强了它的一个运动感 接下来我们去车内看看 给大家扁一个摸索 关门 诶 这个呢是因为哈 它的这个关门不需要我们用手去关 踩一脚这个刹车踏板 它就可以进行关门 那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比如说手上拿上重物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并且当开门也是 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 你看就可以开门了 是不是很方便啊 我感觉这个我可以玩一下午 而且你看它的座椅呢 还有记忆功能 就会我们上车时候 座椅会往前自动的挪动 嗯 非常贴心哈 那进入车呢 可以看到整个内饰方面 它和外观一样都比较的紧洁干净 不过呢 还是很有质感的 相信女生会很喜欢 比如说啊 这个水晶挡把看起来就很有分量 而且呢 上方是采用这种翻毛皮的材质 包括门板上也是 而且门板上还采用这种不规则的纹路设计 也进一步增添了 它有一个精致感 反正作为女生呢 我觉得这个内饰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呢 前方还采用这种氛围灯哈 进行多种颜色可调 那在晚上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具有氛围感了 不过呢 说实话 虽然前面是采用一个双联屏 第一是它这个 就根据这个屏幕有点笑哈 不过呢 好在的是 它这个车机使用起来 还算蛮顺滑的 而且呢 应用也比较多 操作起来呢 也比较好上手 比如说在这里 它就是这个 集中的应用软件 然后往下拉 哎 往下拉 你看它这里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操作功能 相当于是我们手机上的一个下拉的一个面板嘛 包括网上翻动 就可以进行调节这个空调面板了 这里呢 是有一排这种触控式按键的基础的功能都可以在这操作 没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按摩加热通风等调节 是不可以通过这里来进行一个操作的 但是呢 这个车呢 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音响系统 你看 还有雷石KTV哈 响过这种靴敞隔热的呢 就杰子色非常把色 比如说当我们出外郊游露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车开在湖边 然后拉一上 琴敞高域 等于是肥仓把砍哈 进入后排呢 整个空间表现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而且呢 是采用一个纯屏的地带 不过说到这儿呢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型都是这种设计嘛 也不是太过的稀奇 不过在质感方面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哈 比如说你看这个背架的扶手拉下来 钢琴烤漆面板再加上这种银色的镀刻条 看起来就非常具有质感啊 而且打开你看这种回弹感 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的处空间 就甚至给我一种 三十多万豪华品牌一种感觉 而且在头枕上方 以及这前面都是采用了小狐狸的车标 也能体现出这款车的一个身份嘛 那座椅坐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哈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弧形的角度 那能够贴合我们腿部 包括座椅它还是蛮躺的 上面还采用这种打控的皮质 坐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比较软硬适中 其实呢 像纯电车哈 大家都非常关心 它的一个续绕里程方面 像这个动力强不强行 说四话我都不是很鬼爱心 因为毕竟它是一款新能源车嘛 动力方面一般都是没有很大问题的 骑速也很快 那这款车呢 它是一款735一家的版本 是相当于一个中高配嘛 它的续航里程呢 就是735公里 那它还有一种版本的续航是500多公里 这两个版本 它都能够满足我们日常使用 包括一个短途的出行都没有问题哈 那这款车它还有两驱和四驱版可选 像四驱版车型呢 它就是在配置上会更加丰富 而且四驱车型嘛 动力上也肯定贵 更加的强劲 但是呢 价格也会高出那么一些 那如果你要选的话 我会更加推荐它的735一家的版本 像这个续航里程700多公里比较高嘛 那它四驱版车型 续航还没有它高 而且呢 说实话就是 这个价格 四驱版确实是有点贵了 那这款车型呢 我觉得在续航里程 配置方面也是都是够用的 所以如果要选的话 我觉得这款车型会更加适合我们大多数的人群